这呢是1米8的皮料去验皮 那我们看是有两个笼子 一个笼子是在这里 叫上压笼 一个笼子是在这里 叫下压笼 然后我们有两个这样的开关 你看上压笼夹紧 看到了吗 上压笼夹紧 夹紧之后它就夹住了 然后这里一个下压笼夹紧 按下的下压笼也夹住了 看到皮的尖端 然后继续来我们就拉紧 拉紧的话它是冲冻的 按下它拉紧一格 按下拉紧一格 然后知道把皮料崩开为止 我们很在肉眼就能看到 像这个地方是好像有一起作纹 像这个地方会有作纹 这样子比较好看 要是有问题的地方 比如有双巴的地方 就把它运个记号笼子 记号起来 这样子就一个皮料的意思 一部分的念屏完成 那这个还捏下面这个 捏下面是怎么捏呢 我们继续来 伸开 这边伸开 伸开这 然后再把这个 放生这道皮往上面 往上面就推 然后下一个门回 就是一个液皮的过程 整张冰液 我给你讲